朝三暮四 宋国有个养猴人养了一大群猴子 日子久了猴子的性情习惯他都了解 他说的话猴子们竟也都能懂 猴子们爱吃栗子每天消费不少 养猴人本就不富有 于是他打算借着限制猴子们吃栗子的数量以减低开销 他知道猴子们不会同意 于是养猴人对猴子说 以后你们吃的栗子也获公平分配 一律早上三颗晚上四颗好吗 猴子们听了个个嫌少跳着闹着吵闹不已 养猴人接着笑道 好好好给你们栗子吃 早上四颗晚上三颗 够不够啊 猴子们这就高兴了 智慧虽然简单 对付猴子却已经足够了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真有不同吗 但别说猴子 听说类似的伎俩用在人类身上也能收效哦 买一送一或半价折扣 哪个优惠方式更吸引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